巴布亚岛,安全指数全球倒数第一,贫穷,落后,混乱,充斥着这里的每一寸土地,而我的故事就要从这里说起。 我是李毅,一个极地探险者,这一次我将挑战深入巴布亚热带雨林,找到传说中的卡玛纳土著人,并与他们共同生活18天,现在旅程开始。 乘坐小型螺旋桨飞机来到北部第二大城市西塞匹克,整座城市沿着河流而见,捕鳄鱼,捞黄金,租船运物资是本地人的经济来源,而我则需要找到一个愿意带我进入热带雨林的船夫。 我在这里人生地不熟,首先我来到一家饭店寻求帮助,这个第三世界果然名不虚传,整个城市的人只吃炸鱼和炸香蕉,我在这个饭店里问了很多人,谁知道本地土著人在哪儿,谁有船,谁能带我去,果然,不一会儿就来了一个船夫,他说卡玛纳人生活在黑森林深处,但是具体位置他得问一些老人才能知道,要明天才能给我答复。 无奈此时已经夜幕降临,要找到住所才是重中之重,幸运的是这个城市还有一家酒店可以入住,这是一间独立大床房,基本生活设施都有,而且还采用了360度全镂空设计,通风效果好,不用担心晚上被热死。 只是我不太明白这一床的虫子是怎么回事,是赠送的吗?这是多久没人住了? 这注定又是一个不眠职业,我在想,卡玛纳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,那么黑森林又是怎么回事?感谢关注。 持续更新